哥林多后书 第二章 我自己定了主意,再到你们那里去,必须大家没有忧愁。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,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,谁能叫我快乐呢?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,恐怕我到的时候,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。 我也深信,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。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,多多地流泪,写信给你们,不是叫你们忧愁,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地疼爱你们。 若有叫人忧愁的,他不但叫我忧愁,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。 我说几分,恐怕说得太重。 这样的人,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。 倒不如赦免他,安慰他,免得他忧愁太过,甚至沉沦了。 所以我劝你们,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安心来。 为此,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,要试验你们,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。 你们赦免谁,我也赦免谁,我若有所赦免的,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,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,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 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,主也给我开了门。 那时,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,我心里不安,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。 感谢神,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,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,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,或灭亡的人身上,都有基督心香之气。 在这等人,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。 在那等人,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。 这是谁能当得起呢?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,为力混乱神的道。 那还是由于诚实,由于神,在神面前,凭着基督讲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许多人的说明。 这次呢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